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格局中 战斗机早已超越单纯军事装备的范畴 成为各地区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 它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和防御能力的提升 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首先战斗机在防空体系中的作用 堪称核心 作为守护领空的利剑 战斗机肩负着截击和击落任何潜在敌方侵犯者的重任 是地区防空力量的中坚力量 拥有强大战斗机编队的地区 能够有效威慑并遏制敌对空中威胁 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防线 制空权的争夺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 战斗机正是通过空中交战争夺这一战略资源 限制敌方的空中活动 同时为自身军事设施和平民 提供坚实保护 以台湾为例 尽管面临领空环境的限制 但台湾战斗机的实力 在关键时刻仍能为其安全构筑起坚固的屏障 比如 美国航母的接近必须经台湾同意 这凸显了战斗机在维护台湾人民安全 和地区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 现代战斗机不仅具备防空能力 还具备对地攻击能力 能够精确打击敌方基地 军事设施和战略目标 战斗机既是空中防御的利器 也是地面进攻的尖兵 台湾在航空研发领域的努力 不仅限于购买先进战机 更在自主研发方面投入巨大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 对台湾的长期发展和安全自主 具有深远影响 拥有强大的战斗机编队 不仅能提升台湾的战略威慑力 还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话语权 近年来 台湾科学研究院通过结合购买 和自主研发的战略 致力于提升IDF战机的 隐身性能和作战范围 为台湾空中力量带来质的飞运 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如同战场的半径 决定了其行动的自由度和战略深度 对保障台湾安全至关重要 此外 战斗机的侦查和情报收集能力 也为台湾决策层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支持 实习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做出更加明智的战略选择 战斗机不仅代表着地区的军事技术水平 更是自身实力和地位的象征 战斗机技术的发展 还推动了空气动力学 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进步 为台湾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 例如 台湾的红损飞弹项目 就是从战斗机技术中 汲取灵感和精髓的典范 总而言之 战斗机在地区防御体系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防御的盾牌 也是进攻的矛头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战略布局 战斗机为台湾的安全和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亚洲地区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研发的 IDF金箔号战斗机 不仅是台湾航空制造业的重大突破 更是亚洲地区首款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战斗机 这一成就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远远流长 而台湾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和贡献 特别是在自主研发方面的努力 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斩入头角 经过多次的机构变革与重组 台湾航空研制力量 最终凝聚为两大核心机构 汉翔航空工业公司和台湾科学研究院 这两大机构携手并进 从几乎回零的起点出发 毕竟数十载的不懈奋斗与创新探索 终于成功研制出 叶富金国号战斗机 这款战机不仅是台湾航空工业的骄傲 更是亚洲航空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回溯至1980年代 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自主研发防御战机计划 旨在替换老旧的F-5自由斗士战斗机 为台湾空军注入新一带的主力战机 这一计划被命名为阴阳计划 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制武器研发项目之一 终于在1988年12月10日 第一架IDF原型机成功试飞 向世界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1992年IDF战机正式服役 成为台湾空军的重要地员 在IDF战机之前 台湾在自主研发领域已有所建树 其中最具国际声誉的辩识AT-3教练机 在20世纪70年代末 全球能够独立制造教练机的地区 寥寥无几 而台湾研制的AT-3教练机 在性能指标上名列前茅 充分展现了台湾在航空技术研发方面的 实力与潜力 IDF战机在设计上亮点分成 其设计思想深受F-16战机的影响 尽管受限于美国的出口限制 IDF战机采用了两台小推力发动机 但这并未影响其整体性能定位 其独特的S型进气通道设计 确保了战机在高空飞行时仍能获得充足的进气 有效避免了因进气不足而引发的失速问题 这种像内湾区的进气口设计不仅减少了引擎余热的散失 还意外地增强了战机的隐身性能 获得了美国专家的高度评价 IDF战机的座舱设计 同样体现了对飞行员的深度关怀 其弹射座椅以倾斜30度的角度设计 有助于飞行员在高过载环境中承受更大的负荷 操纵杆布局借鉴了F-16战机 位于飞行员的右手边并配备了手动节流法 使飞行员能够更精准地控制战机 内堤形状的全罩式座舱设计和前格杉向上掀开的机制 为飞行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确保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在IDF战机的众多创新中 不得不提的是其搭载的金龙53型脉虫波普勒雷达 这款雷达在APG-67雷达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拥有15种操作模式 其中包括8种空对空作战模式和7种空对地作战模式 展现了其全面的作战能力 金龙53型雷达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尤为出色 其最大空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48公里 空对地搜索距离也达到67公里 为战机提供了强大的探测和指导能力 通过这些创新和努力 台湾不仅在亚洲航空工业中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也为全球航空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IDF金国号战斗机的成功研发 不仅是台湾技术实力的象征 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坚定表达 IDF战机的航电系统坦称先进 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多功能抬头显示器和两台多功能显示器 能够实时展示导航、通信、雷达和武器等核心数据 极大的提升了飞行员的信息掌控能力 而H423型惯性导航系统则为战机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航和攻击参数 保证了作战行动的高效和精准 此外IDF战机还配备了雷达警告接收机和电子对抗设备 显著增强了在现代电子战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在亚洲战斗机领域 IDF战机凭借其筹跃的性能无数一致 成为行业内的标杆 以韩国为例 当IDF战机首次试飞时 韩国的战斗机产业上处于起步阶段 而如今韩国已能自主研发五代机 这一跨越式发展 不仅彰显了韩国航空工业的飞速进步 也凸显了IDF战机在航空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 台湾通过IDF战机的设计和研发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航空工程师和技术人才 这些人才甚至后来协助韩国研制了T50教练机 IDF战机不仅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更为台湾航空产业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尽管在下一代战机引擎的研发过程中 台湾军方曾考虑过时效因素而计划外购 但台湾科学研究院的制女星引擎研发计划 依旧按计划稳步推进 充分展示了台湾在航空技术自主研发方面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IDF战机的设计中巧妙地布置了九个挂架 显著提升了战机的武器挂载能力 使其能够胜任多种作战任务 在初期生产阶段 台湾成功制造了十架仙岛量产型IDF战机 这些战机被用于空军的作战测试 评估和训练换装 为空军种子教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随后 低价先导行为的FK双座机也陆续完成生产 包括四架双座机和六架单座机 自1994年起 第一架生产型双座机正式交付给空军第427连队第一中队 随着量产的推进 这些战机陆续装备空军各连队 为台湾空军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技术和生产层面的详细介绍 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IDF战机 对台湾乃至亚洲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的意义 IDF战机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技术突破上 更在于其为台湾航空工业的自主研发和人才培养 树立了新的标杆 为未来的航空技术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台湾自主研发防御战机的宏伟蓝图中 航空发动机中心的成立是这一目标的坚定体现 该中心下设三个子项目 专注于推进相关研发工作 IDF战机项目的规模宏大 设计组件数量超过48万件 设计工程图高达7000余张 此外 相关试验报告 计划书和规范文档数量达到12000余份 工具制造数量也超过17000件 这一成就的取得 离不开超过1000家制造商的参与和共同努力 计划总工时高达4000万工时 这还未包括发动机 导弹 雷达等其他重要分系统的研发工作 在研发过程中 IDF战机经历了32次重大构型改良和超过8000次的风动测试 制造了超过56万件零件 充分彰显了台湾在自主防御战机研发方面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 金国号战机IDF的命名是对台湾某位领导人的纪念 这款战机最初在美国的协助下作为自卫战机进行研发 原本计划生产250架 但随着台湾引进了美国F-16战机和法国幻影2000战机 最终量产数量调整至131架 尽管在研发初期 IDF战机因发动机推力不足而备受质疑 但随着系统的持续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款战机已经充分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发展潜力 汉翔公司作为该战机的研发和制造方 明确表示在试飞过程中遇到的机械故障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 针对外界关于发动机推力不足的质疑 他们解释称 这主要是由于台湾科学研究院出于保密考虑 未能及时对外充分澄清 近年来 随着美方对IDF战机设计限制的放宽 汉翔公司对战机发动机进行了升级改进 推力提升超过1万牛顿 总推力达到2万牛顿以上 极大提升了战机的防御作战能力 同时 台湾空军在换装过程中 完成了IDF战机攻击面的整合和战备训练 使其成为一款具备全方位 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战斗机 台湾空军近期详细介绍了IDF战机的性能 特别是在武器挂载方面 如小油导弹 灵巧炸弹等对地攻击武器 充分展示了IDF战机 在对地攻击方面的强大实力 与传统战机相比 IDF战机在飞行操作和电子设备方面表现更为卓越 其搭载的 由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发的GD-53雷达 赋予了战机超视距外攻击能力 这是传统F-51战机所无法秘密的 通过GD-53雷达 IDF战机能够精确获取目标机的高度 速度等关键数据 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和准确性 从这些详细介绍中 我们可以看到 IDF战机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研发过程中 所展现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为台湾航空工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IDF战机的成功 不仅彰显了台湾在航空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 也体现了台湾在维护自身安全和提升防御能力方面的坚定决心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IDF战机将继续为台湾空军增添新的战斗力 为台湾的安全保卫做出更大贡献 在自主研制开发IDF战机的过程中 台湾展现了其在航空技术领域的决心和能力 从研发阶段到正式服役 IDF战机经历了一系列改进和性能提升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发动机推力的提升 从最初的8000多顿增加到现在的1万牛队以上 大大增强了战机的作战性能 此外 IDF战机还成功整合了对地攻击能力 并完成了战备训练 使其能够胜任各种复杂任务 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 台湾在追求自主防御能力方面的坚定信念和不限努力 尽管美国的F-35战机因其卓越性能而备受注目 台湾也长期表达了对这款先进战机的浓厚兴趣 据美国军事记者颜文德于2002年的报道 台湾曾通过其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向美方递交了购买意向书 计划引进100架F-35B战机 虽然台湾军方未公开证实这一消息 但关于台湾有意购买F-35的传闻 以广为人知 早在20年前 陈水扁首次执政期间 台湾就提出了购买F-35的计划 然而 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在陈水扁的第二任期内 台湾转而寻求增购66架F-16战机 这一请求历经十多年波折 直到2019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才得以批准 这一过程凸显了台湾在追求先进战机过程中的不易 以及最终转向F-16作为替代方案的决策 严文德的爆料后 台湾军事专家对此持有不同观点 一些人认为 基于F-16战机采购的经验 美国未来可能会向台湾出售F-35战机 而另一些人则坚信 即使美国不出售F-35 台湾也有能力自行研发先进的战斗机 事实上 台湾空军和相关单位 已经在研发第五代隐身战斗机ADF 展现了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和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早期F-16战机的研发 也曾从台湾IDF战机 及经国号战机的技术中受益 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 台湾在航空技术研发领域的实力与贡献 综上所述 无论是自主研发IDF战机 还是寻求引进F-35或F-16战机 都体现了台湾在保障自身安全 提升军事实力方面的坚定决心和不幸努力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资金的持续投入 台湾的航空技术和防御能力 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维护自身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在评论区�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